何芷彤是出厂了炒股的甜头 就算他家有钱 嫁的老公也有钱 那钱也不是敞开给他花的 如果自己一天能赚一千万港元 不管是娘家和傅家 都会对他另眼相看 因为和唐元月有隔阂 夫妻俩交流都很公式化 何芷彤这次买入五百万股 卢家报业的股票 唐元月并不知情 唐元月此时甚至不在港岛 杜兆辉知道启航三天亏了四千万 问夏小兰需不需要帮忙 夏小兰也是拒绝的 这才是个开始呢 你的零花钱没亏掉 别着急 杜兆辉才不急 真的 亏了几千万 他都顾不上了 称容集团的股票就在跌 每天蒸发的市值 根本不止几千万 夏小兰反过来劝他淡定 传道桥投资染指 等两天 你家公司就会有转机 杜兆辉也不知道夏小兰哪里来的信心 不过夏小兰的镇定 的确给了他安慰 嘿嘿 我也那么觉得 不 你啥都不知道 你个根屁虫 夏小兰其实是想说 等星期一港股开市 一片都是跌的 称容集团的股价下跌 掺杂在其中就显得不明显了 反正不管做什么 股价都要跌呀 只是那些财报表现优异的公司 跌的要少点 当大环境都在跌 一两家公司基本上也不起作用 股民对股市没信心了 恐慌性抛售真的很可怕 周六早上 夏小兰打开小油送来的几大财经报 罗家报业旗下的南港财报 有一篇专栏分析 引起了夏小兰的注意 今天早上的财报 基本都提到了美股下跌三天的事 并煞有其事地分析此事 关于会不会影响到港股 大部分财报还是说的比较含蓄 就是很看好港股 但不排除会受到美股影响的可能 只有南港财报 估计天生屁股就是歪的 自家股票被人做空 要是再说港股形势不好 怕股民会抛售 所以南港财报是这样说的 上周美国股市的严重下跌 令所有的投资专家都建议 投资者购买美国的证券 他们认为 美国的市场已经准备好再次攀升 投资者应该趁着价格低廉时 购买股票和信托基金 呵呵 觉得美股是暂时性下跌 劝人这时候抄底 这要乖乖照做 是要亏死的 果然 87年的股市分析 和2017年的股票专家们的话一样 都疼不可信 夏总 游历都等不及夏小兰允许她进入 就直接推门进来了 彭城来的电话 你让他们找的那个田小燕 找到了 夏小兰马上把财报一扔 你说说情况 怎么找到的人 真是邪门 一个田小燕 居然能在彭城躲这么久 公安在找她 道上的江湖人在找她 当地的土著也在找她 这么多天没有消息 夏小兰都怀疑田小燕 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找不到 要不就是被人埋了 或者离开了彭城 这下终于把人找到了 夏小兰是真好奇 游历欲言又止 夏小兰眉毛一挑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游历的头都快垂到桌子上了 夏总 人是在市政府家属院门口抓住的 刘阿姨受了点伤 您别担心 真的就是点小伤 夏小兰已经把外套抓起来 快步走到了门口 让正风准备 我马上回一趟彭城 一点点伤是什么伤 听到刘芬受伤 夏小兰根本在港岛待不住 别说今天是周六 就算是股灾开始的周一 她也没那心情 夏紫玉随时叫人留意着这边 听说夏小兰离港 夏紫玉笑了笑 回特区搬就冰了吧 在港岛找不到更多资金 对夏周一的开始没信心了吧 让人跟着她 看看她回特区见了哪些人 是不是要找汤市长筹资 夏紫玉也很想知道 夏小兰的资金怎么来呢 车子还没入关 正风看着后视镜汇报情况 夏总 后面好像有人跟着我们 夏小兰头也不抬 没事让他们跟 正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等过了关 夏小兰直奔医院 需要住院的不是刘芬 刘芬真的只受了点轻伤 就是手臂被刀划了个口子 等夏小兰赶到时 刘芬的伤口早就缝过针 也包扎好了 汤洪恩正在陪着她 夫妻俩就坐在走廊上 妈 汤叔 刘芬埋怨看了汤洪恩一眼 咋还是告诉小兰啊 不是说好不告诉她的吗 又没多大个事 汤洪恩摇头 也不仅是为了你受伤的事 还有一个伤者是小兰公司的员工 她的员工为了保护你受了伤 她于情于理都要来看看 刘芬觉得汤洪恩说的有道理 她脸上的表情顿时歉意又感激 是 小兰是该回来看看 幸亏小罗救了我 搞得她自己受了伤 夏小兰点头 我知道是罗耀宗救了您 她被人砍了好几刀 现在还在做手术 她轻轻碰了下刘芬被纱布缠起来的胳膊 那您呢 疼不疼呀 刘芬看了女儿眼眶都红了 赶紧摇头 不疼不疼 就像切菜不小心切到手一样 流了点血 医生消毒后缝了针 说这样好的快 刘芬的衣服上沾了点血迹 看样子 预袭时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罗耀宗被人捅了几刀 还没出手术室 从刘芬嘴里 夏小兰知道了经过 今天是周六 汤洪恩照样一大早出门去单位加班 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了 不过她说中午会回家吃饭 刘芬等她走了 就自己出门买菜 走出市政府家属院不到200米的地方 忽然有个大个子拿着刀朝着她冲来 当时刘芬身边没人跟着 四季小王送汤洪恩去单位 还来不及折返 谁都没想到 居然有人敢在政府家属院门口行凶 刘芬下意识拿手臂挡了一下 大个子嘴里嚷着什么坏人 坏妈妈 还拿刀往刘芬身上招呼 另一道人影扑过来 将对方死死抱住 撞倒在地 两人纠缠在一起 刘芬捂着胳膊呼救 家属院的保卫也在往这边冲 今天是周六 家属院里好多同志都不上班 一呼百应 跑出来好几个人才把那伤人的大个子制服 我就不认识那人 他好端端拿刀砍我做什么 保卫科的老黄有经验 派出所的同志来得也快 老黄和派出所的同志一起 把藏在对面楼上的田小燕给翻了出来 刘芬语气还是带着金黄的 田小燕想杀掉她 因为自己动手没把握 就叫其他人下手 那还是个小姑娘吗 太狠了 刘芬受伤不疼 但她提起田小燕的名字 就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小兰 她 她咋那么恨我 不同意当田小燕继母 就要陪田小燕一条命吗 那幸好没同意 刘芬自己就算一辈子不再婚 都不可能让夏小兰有这样一个可怕的妓妹 汤洪恩把手放在她没受伤的那只手上 这件事 你和小兰没做错什么 如果一定要说有错 那也是我没处理好 田老三是她让人关的 汤洪恩没把这件小事放在心上 毕竟田老三真的干过许多偷鸡摸狗的事 把老婆打回娘家 又酗酒打孩子的烂人 关起来改造几年 没准还能抢救一下 就因为她不在意 忽略了这件事的后续 一个擅长道德绑架的农村小丫头 不该因为她年纪小就丢开不管 七景村那些人 管不住田小燕 田小燕的性格形成和家庭环境有关 她若不忽略 早期是可以扭转过来的 不过那时候 她为什么要去扭转 田小燕和她并没有一点关系 汤洪恩每天要忙那么多事 又不是胜负 难免也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 可她要是强行干涉了 今天阿芬可能就不会受伤 汤洪恩自己是这样总结的 小兰 你以后做事也要记住我这个教训 不要觉得处理一些细节是浪费时间 田小燕这一节 是我早前留下的货引子 就算是今天 我也有机会可以防范 还是大意了 因为这么多天以来 田小燕一直没出现 没有任何人能找到她 汤洪恩和夏小兰想法差不多 认为田小燕出了意外 或者离开了鹏城 谁知道田小燕哪里都没去 就躲在市政府家属院对面的民房中 像老鼠一样 偷偷摸摸生活 一直在近距离观察刘芬的日常生活轨迹 今天终于抓到了机会 这就是典型的灯下黑了 哪怕是夏小兰 也猜不到田小燕会躲在市政府家属院对面的民房 汤叔 帮田小燕伤人的又是什么人 是夏紫玉怕田小燕一个人不能成事 派给她的帮手吗 汤洪恩还没回答 罗家人接到消息赶到了医院 汤洪恩和夏小兰马上打住了话题 一家三口 对罗家父子表示了感激 都是挺真诚的 罗老头是村霸 罗的贵也是 这是他们身上不可否认的标签 但人本来就是立体多面性生物 罗家父子除了是村霸 又是罗耀宗的亲人 他们有各种缺点 对罗耀宗的疼爱却是真的 罗耀宗为了救刘芬而受伤 夏小兰一家三口都要感谢对方 罗耀宗还在手术室 自然要向罗家人解释情况 并且表达关心 这里就没啥地产公司老板 也不分啥市长了 就是被帮助人的家属 罗德贵晕呼呼的 我以为耀宗是闹着玩呢 没想到他真的不上班 就去市政府家属院守着 反正只是受伤 又没生命危险 救了汤市长的夫人 耀宗后半辈子 还愁什么呀 担心被押过 罗德贵和罗老头 心里都只剩下高兴了 罗家就是这样的人 不是什么好人 喜欢算计 坏得还挺简单明白 呸 一定是因为罗耀宗 恰好救了阿芬同志 自己看罗家人 居然都开始带着滤镜了 夏小兰暗暗唾骂 自己几秒钟 脑子很清醒 身体更诚实 没控制住嘴巴 一直在感谢罗家人 感谢罗家人 培养出了罗耀宗 妈蛋 真的夸不下去了 夏小兰想去透透气 这时汤红恩的秘书来了 赖秘书 盛世有了情况 赖秘书看看罗家人 汤红恩冲他微微点头 赖秘书马上拉着夏小兰 到楼梯间说话 派出所那边有了口供 年纪小的那个田小燕挺狡猾 死活不承认自己想伤人 年纪大的那个是附近有名的傻子 今年都快二十岁了 脑子里缺根筋 智商一直停留在五六岁 断断续续问出来一点东西 她说刘姐是坏妈妈 不要自己的孩子 应该是被田小燕给利用了 这傻子因为脑子有毛病 从小就被亲妈抛弃了 一个恐无有力的成年男性 智商只有五六岁 还从小被亲妈抛弃 不知道田小燕编出了什么样的鬼话 来给傻子洗了脑 大概也说自己被刘芬抛弃了之类的 只是傻子去伤害刘芬 赖秘书 这个傻子恐怕不能放任不管吧 还有田小燕 如果派出所调查的是真 田小燕的危害性 比傻子还多些 赖秘书当然知道 田小燕今年才多大 已经这么厉害 想起来都要擦冷汗 这是有预谋的蛊惑 指使傻子杀人 就算要杀的不是刘芬 其他老百姓的性命 难道就不珍贵了吗 她肯定是要进少管所的 夏小兰点头 一切按法律法规办 就算少管所关不了田小燕几年 她也不会再轻视 这个心怀怨恨的农村丫头了 刚才汤洪恩的自我总结 夏小兰也记在了心里 她不可能再给对方翻身的机会 就算田小燕离开少管所 她也会一直派人监管 这样可能对田小燕不公平 有些人会说 每个人都有重新开始的资格 不好意思 夏小兰可不接受这一套说辞 过失杀人和有预谋的杀人是两回事 田小燕明显是属于后者 刘芬今天运气好 只是受了点轻伤 这不能掩盖田小燕预谋杀人的事实 躲在暗处观察 挑选好的时机 寻找合适的帮手 这些事都是田小燕做的 难怪阿芬同志说起这事还毛骨悚然 夏小兰拷问了一下自己的良心 在这件事上 她没有半点让步的可能性 那就不用让步了呗 田小燕那边 让公安继续问 不要因为她年纪小就掉以轻心 她很狡猾 她对我们母女怨恨是真 但促使她对我妈下手 一定也是有外部原因的 不管花多久 都要问出这个外音 赖秘书重重点头 她肯定能把外音挖出来 还不信了 一群大人齐心协力 还对付不了一个半大丫头吗 那真是白痴那么多年粮食了 还有 这件事现在应该传得不太广 能不能把我妈受轻伤的消息封锁下 最近我妈也别在棚城露面了 让外界误会她受重伤什么的 行不行 夏小兰问行不行 那当然是不行也得行啊 只是放点假消息出去 又没有伤害谁 汤市长也不会反对的 刘芬自己莫名其妙 夏小兰含糊道 我觉得田小燕虽然怨恨我们 但想要您的命还是挺奇怪 还是要调查清楚的好 就怕是有别人掺和在里面 这是要把人揪出来啊 刘芬似乎懂了 那你俩也注意安全 特别是你 一个人在港岛 我就怕有人欺负你 其实刘芬不全懂 她并不爱和人结仇 谁会要她的命 对付她 只能是冲着小兰或老汤来的 她自然要反复叮嘱这两人 赖秘书还问夏小兰 要不要见田小燕 夏小兰脑海里浮现出田小燕的样子 摇了摇头 不用 没有见的必要 同样 刘芬和汤洪恩都不想见田小燕 有啥好见的 这时候 难道还要去探寻田小燕这样做原因吗 可拉倒吧 就连刘芬也没有去当圣母的心思 别人都要杀害她了 她还去关心对方 又不是脑子有毛病 有那时间 她不如多关心下丈夫和女儿 多关心下她大哥大嫂 她侄子 在美国的余奶奶 甚至是季江源 在刘芬的生命里 有这么多人排着队 真没有在田小燕身上浪费时间的必要 罗耀宗的手术做完了 她受的基本都是外伤 只有一刀伤在了小腹 比较麻烦 和上次被人从楼上丢下来不同 这次是救人而受伤 一身的伤 也能算得上英雄的勋章了 夏小兰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这个怂包 等罗耀宗麻药的后劲过去 躺在床上呲牙咧嘴的时候 夏小兰很认真地感谢她 罗耀宗 你怎么刚好能救下我妈 罗耀宗那那 夏 夏总 您说田小燕是遇难忍 我找了她好久都找不到 我就问了个经理 我就想 既然找不到 那就等她自己跑出来 原来是问了葛剑 夏小兰了然 她让罗耀宗找人 甚至委托白珍珠找人时 都没有说明过原因 这些人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找田小燕 不过罗耀宗挺狡猾 还懂得找葛剑 葛剑是夏小兰很信任的人 知道夏小兰家的很多事 这件事本来要葛剑亲自处理 是夏小兰让她留在穷岛 葛剑做事很有分寸 知道什么能说 既然能告诉罗耀宗这些 倒是表现出了对罗耀宗的足够信任 所以 你就去市政府家属院门口等着了 病床上裹着纱布的罗粽子 费力点头 看见有人拿刀朝刘芬冲过去 罗耀宗根本不怕 她潜意识里就觉得自己可牛逼了 是保安队长 有人在她眼皮下行凶 她就是没带警棍 要是带了 肯定会霹里啪啦按住对方一顿揍 哪里会受这么重的伤 夏小兰看了看表 好了 你好好养伤吧 在你住院这段时间可以仔细想想 你想要什么奖励 罗耀宗是有功利心才拼命救他妈 敢和迟到的傻子搏斗 那又咋样 夏小兰不怕身边的人有功利心 这次她不奖励罗耀宗 以后遇到类似的事 谁还这么拼命 罗耀宗有点懵 要什么 煞心的意思 她什么要求都能提吗 罗耀宗呼吸急促 这一刻 她没有想到夏小兰的美色 也不是想到了钱 她脑子就像喝醉酒一样陶醉 这回 我能要个精力当当不 罗家血脉 必是官迷 只是罗耀宗痴迷的当官梦半路产生了岔子 谁要当什么小村长啊 夏小兰急匆匆赶回鹏城 又到了医院 待了整整一天都没出来 跟踪的人不着痕迹打听了一下 听说世事领导的家属遇袭了 伤情还比较重 抢救了整整一天 还没脱离生命危险 听说是个小孩做的 什么小孩也不小了 得有十四五岁了 派出所把人抓了 谁知道呢 还有什么帮手 周六这一天 夏小兰没有回港岛 后来季江源也知道了这件事 也赶回了鹏城 夏子玉的人把打听到的消息传回去 夏子玉欢喜到有点不敢相信 商人者肯定是田小燕了 是领导的家属重伤送院 夏小兰跑回去那么快 伤者肯定是留分 老天爷竟对自己这么好 这两天 紧接二连三的发生喜事 先是夏小兰发疯要做空 她和夏小兰对着干 一天获利上千万 再一个 把田小燕丢在鹏城这么久 夏子玉都不抱多大希望了 田小燕居然得手了 她既然把田小燕弃痒了 就不会再联系对方 免得日后翻出来是对她不利的证据 加上杜称龙忽然出事 她真的没精力去管田小燕那边 刘芬受了重伤 至今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这消息 对夏子玉来说 比赚上千万港元还开心 也更重要 老天爷不知道哪里弄错了 有了她一个重生者还不够 又让刘芬逆天改命 相比她的战战兢兢 刘芬得来一切太容易 注定承受不起这份福运 哈哈 夏子玉真的笑出了声 眼泪都笑了出来 夏小兰 这下我看你拿什么和我斗 刘芬没有当场死亡 让她有点遗憾 但伤重不治的效果也差不多 更重要的是 这件事爆发的时机太好了 刘芬弱死了 夏小兰和汤市长又不是亲生的 自然就解除了妇女关系 夏小兰的靠山瞬间倒了一大半 刘芬就是不死 此时也在抢救 汤市长恐怕也没多少精力能踢下小兰筹款了 就算是夏小兰本人 不也要守在医院里当校女吗 启航资本这边 没有大笔资金支持 老板的心思还转移到了别处 等着星期一股市开盘 夏小兰的巨亏 是跑不掉了 田小燕被抓 是夏子玉早有预料的 只要田小燕真的卖出去那步 肯定跑不掉 而她 自不会承认对田小燕的蛊惑 她可从来没说过杀了刘芬这些话 都是田小燕自己猜的 不过夏子玉也知道 对她的真实身份 夏小兰知道的一清二楚 恰好此时杜称荣又昏迷 没有杜称荣荡靠山 夏小兰采用暴力手段 把她抓起来逼供也有可能 最安全的 自然是最近都不要回内地 只要刘芬死了 让她五年 十年 不 就是二十年不回内地都是行的 周六 夏小兰没回港岛 周日 同样如此 夏子玉对刘芬的伤重不治再无怀疑 一山不容二虎 两个重生者怎么能和平相处 必然要除掉刘芬 她的命运才会真正顺畅 夏小兰就猜夏子玉会脑补 经过派出所两天的询问 田小燕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和动机 她被夏子玉推下车后 就开始了在鹏城的流浪生活 一开始 夏小兰还没派人找她 田小燕其实还去过人民桥小商品市场 她那时候很茫然 想求夏洪霞再收留她一段时间 再做其他打算 但看到夏洪霞围着灶台擦汗 田小燕转身又跑了 就算夏洪霞肯收留她又有什么用 那根本不是田小燕想要的生活 她想要的 是当人上人 华府豪宅 人人都捧着她 顺着她 并不是在油腻的小饭馆里讨生活 唯一能给她这种生活的人 只有夏子玉 夏子玉不养废物 那人想要她把刘芬杀掉 田小燕选择躲起来守住带兔 并不敢自己下手 要不是遇到个好糊弄的傻子 田小燕说不定也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田小燕就是这样告诉公安的 在这个过程中 她也没少时小心眼 把所有事都推到了夏子玉身上 说她是被威胁的 她很害怕 不得不听对方的话 还不断流着眼泪 告诉公安她有多么可怜 她错了 一定会改正云云 还是不老实 继续审她吧 不过估计也问不出 什么有价值的证据了 夏小兰皱眉 戏经原来是不分年纪的 夏子玉顶多是蛊惑和利用 要说威胁 拿什么威胁 田小燕也能选择 不替夏子玉办事 要是心中没有恶念 往刘芬面前一站 把事情原原本本说清楚就行了 夏子玉是把田小燕心中的恶念放大了 但冲刘芬动手 仍然是田小燕自己的决定 夏小兰没有那么好骗 更不认为田小燕会改过自新 不过季江源回鹏城 并不是为了迷惑夏子玉在演戏 听说刘芬受伤 季江源马上主动回鹏城探望 毕竟刘芬那么照顾她 还愿意借钱给她 人心都是肉掌的 季江源的担心也不穿假 她接到消息时 人正在青山医院 听说刘芬受伤 季雅的表情极是痛快 季江源十分不赞同 季雅冷笑 我把你养这么大 你上赶着要给一个村妇当儿子 抢走了汤红恩还不算 如今连她的儿子都要抢走吗 季江源一句话都懒得辩解 促使她每周都往青山医院 看望季雅的 已经不是母子亲情 而是血缘关系 扣在她身上的枷锁 刘姨有自己的女儿 抢儿子过去做什么 夫妻俩感情也极好 不需要讨好她这个前妻之子 所以与季雅争辩真的没意思 我管不了你的想法 你也控制不了我的行为 季江源说完就走了 她是真的不介意季雅会不会生气 反正不管别人怎么做 只要不符合季雅的想法 她总能找到毛病 而她 一个经济和思想都独立的成年人 却不会被季雅左右了 季江源回鹏城 自然不会提这个插曲 汤红恩见她回来却很高兴 这是她儿子 纵然不够亲密 这孩子确实有良心的 这就够了 慢慢来吧 夏紫玉以为夏小兰在伤心流泪 惊慌失措 其实夏小兰一家人是其乐融融的 刘芬受了点伤 一家人的关系更亲近了 1987年10月19日 星期一 这一天 是要写进港股教科书的一天 只要盘点港岛股灾 必然绕不开这一天 今天 夏小兰没有去公司 而是直接去了交易所 要上重头戏了 怎能不亲自去现场 19日早上9点过 交易所还未开始营业 秋高气爽 港岛的天空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蓝色 今天天气真不错 张麦伦敷衍点头 这个周末她过得一点都不好 港岛那些财经报都不认为港股会跌 夏总 等到一开始 我们是不是要平仓 损失4000万也没办法 股市上赚钱要看运气 这次运气不好 下次走运再赚回来呗 夏总还是太年轻了呀 年轻人早点跌跟头也并非全是坏事 张麦伦苦口婆心 夏小兰却看她一眼 道 谁说要平仓了 一开始就继续做空 动作一定要快 不能耽搁 张麦伦看了看季江源 季江源冲她笑笑 张麦伦瞬间就绝望了 是了今天是星期一 季经理本该回学校上课的 却留在了港岛 不就是要陪着夏总一起疯吗 季经理和夏总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张麦伦怀疑自己老了 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 亏掉的4000万 是夏总和股东的 又不是她的 夏总都不心疼 她着什么急 这样一想 张麦伦顿时轻松好多 是祸躲不过 她已经想办法拦了 剩下的就交给老天爷 老天爷呀 今天开始 一定要跌呀 另一辆车停了下来 卢运师跨着包包 踩着高跟鞋下车 卢大小姐一出现 这里更像是替台 而非交易所 夏小兰 你真是个小人 居然恶意做空 我们卢家的股票 夏小兰没忍住笑 卢小姐 你说话可要负责 卢家报业是上市公司 股票本来就是让股民买卖的 如果没人对这只股票感兴趣 才说明卢家报业出了问题 卢运师翻个白眼 我真佩服你 连亏几千万还笑得出来 夏小兰很认真点头 那没办法 谁叫我有钱呢 不要说几千万 就是上亿我也亏得起 所以我准备开市后 继续做空卢家报业 卢小姐你认为怎么样 你 卢运师用力抓着手包 双眼圆瞪 怎么有像夏小兰这般无耻的女人 卢运师怒急返校 好呀 我还怕你不继续做空呢 我看你能有多少钱亏 别人给你的钱 亏到了总要想办法还的 这点卢小姐倒不用操心 不管我欠谁的钱 总没欠卢小姐一分吧 夏小兰抬头一看 夏紫玉的车缸挺稳 再一看表 离十点开市还有两分钟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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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针怎么走得这么慢 同一瞬间 不管是夏小兰 卢运师 还是刚从车里下来的夏紫玉 都有着相同的想法 夏小兰是急着开市 验证她的记忆是否会出错 卢运师和夏紫玉 则是着急让夏小兰亏更多 卢运师一向瞧不起一太太之流 但在这次夏小兰做空卢家股票一事上 她和夏紫玉的立场倒是很统一 站在这相同的立场 两人不仅能亲切打招呼 还能瞬间成为密友 夏小兰看了这两人一眼 嘀咕道 谁中途撤退 谁就是小狗 有本事今天还是奸挺到底咯 卢运师马上回呛 只要你的钱够输 我们奉陪到底 盼你呀 阿比 你以前不玩股票吧 CR有个大护士 不如你跟我一起进去看股 夏紫玉眼睛一扫 已经亲热的向卢运师发出邀请 她今天倒是没挑衅夏小兰 刘芬那边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再刺激一下 夏小兰说不定会狗急跳墙 其实也不用挑衅 只要他人到了 夏小兰必然会硬着头皮 继续撑着不平仓 这样就行了 多拖一会儿 夏小兰就多亏一些 今天的股价要是再涨 夏小兰的钱又能撑多久 夏总 您看她 眼神中都带着挑衅 什么人呀 游历看见夏紫玉的样子 就手心发痒 要不是知道对方是孕妇 她可能真的忍不住要揍人 好了 开始了 我们也进去吧 小游 你这性子还是急 多点耐心 好戏才刚开始呢 夏小兰大步走进交易所 和他们一起进去的 还有一群股民 自从港城联交所 采用电脑交易系统后 每日市场成交量大增 就在这个月初 联交所主席还在证券月刊的卷手 对港股报以很大的期望值 从联交所主席到普通股民 都是对股市看多 乐观情绪遍地 此时涌进交易所的股民 个个都情绪高涨 好似相约去谁家喝喜酒班 夏小兰颇为同情的想 现在多笑一会儿吧 因为马上就笑不出来了 上午十点整 夏小兰刚刚坐进大户室 交易所准时开市 夏小兰语气冷静 继续卖出卢家报业五百万股 今天肯定有人接盘 动作要快 当然有人接对手盘啊 卢运师和杜家武泰都来了 CR投资就是这次最大的对手盘 至于卢运师 张百伦怀疑 16日那天忽然买入 五百万股卢家报业的神秘大户 就是卢运师本人 卢运师代表卢家在护盘 夏总这只硬生生 要把卢家报业的股价给砸下去啊 张百伦劝不住 他也不想劝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此时平仓 启航在卢家报业上 至少亏了一千三百万港元 继续做空 可能还会把卢家报业的股价砸下去 不说砸下去一块 就是跌个五毛 启航也能少亏点 这一次 张百伦执行得很彻底 电脑交易系统就是快 很快 卖出五百万股卢家报业的信息 就出现在交易所显示屏上 也是在一瞬间 这五百万股就被人吃下了 是夏紫玉和卢运师 也不知道这两人各自吃下多少股 夏小兰觉得那两人适合均分 每人二百五十万股 很适合两人的气质 夏小兰看了看表 此时是十点零四分 加上之前三天的 他共计卖出卢家报业一千一百万股 继续 还有其他公司 张拜伦机械的执行命令 十点零六分 算上上周 夏小兰已经一共做空五家上市公司 两千四百万股 如果五家公司的股价平均上涨一毛钱 起航就亏二百四十万 涨一块 就亏两千四百万 加上之前已经亏了四千万 就算利用了杠杆操作 启航的钱也坚持不了多久 另一大户是 卢运师纳闷 夏小兰这是发什么疯 一开始就卖出五百万股 真是怕自己亏太少吗 刚才那五百万股 夏紫玉吃下了三百万股 还有二百万股让给了卢运师 当然 不是卢运师的账户出钱买入 是何志同的 何志同不方便现身 就由卢运师出面 卢运师是想亲眼看着夏小兰输光身家 然后滚出港岛的可怜样子 北姑就该滚回内地去 来港岛凑什么热闹 不是认识两个阔哨 就能打入港岛上流社会的 夏紫玉笑而不语 她倒是知道夏小兰发什么疯 刘芬的情况估计很不好 夏小兰是要雇注一掷了吧 10点07分 夏紫玉正要说话 卢家报业的股价有了波动 一股22.1元跌到了21.9元 一分钟跌了两毛 怎么可能呢 每日的开盘价 就是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卢家报业上周五收盘22.3元 夏小兰一开盘就卖出500万股 立刻在股价上有所显示 从22.3元到22.1元 跌了两毛 可夏紫玉和卢运师 马上买入500万股 明明是接住了夏小兰这个卖盘 股价会稳在22.1元 股民要是跟风买入 还会慢慢涨上去 最终涨回22.3元 甚至超过 都不用超过 只要涨回22.3元 夏紫玉和卢运师一同买入的500万股 一股赚两毛 500万股就是100万 股市的钱就是这样好赚 那钱就掉在地上 看谁有眼光把钱捡起来呗 反过来股价从22.1元 跌到了21.9元 夏紫玉和卢运师在一分钟内 就亏了100万 夏小兰那边 是22.3元的价格 卖出500万股 一下是赚了200万 夏紫玉笑笑 没事 这是正常的波动 股价就是这样 一毛两毛的起起伏伏 等到收盘才见真章 何况启航的夏总 之前还亏了4000万 下跌的这点钱 对夏总的亏损是杯水车 夏紫玉的话戛然而止 因为他话还没说完 卢运师扯过身边一个交易员 问道 怎么回事 交易员也解释不了 怎么回事 交易厅里的股民都有点茫然 几分钟前 大家还喜气洋洋聊天 认真研究炒股秘籍 看看自己手上的股票 是抛售还是增持 算算今天的收益 会不会把一个月生活费赚回来 一开始 所有的蓝筹股都在低开 其他二三级股票也被低价抛售 不仅是卢家报业 是其他股票都在下跌 交易厅里 所有股民都和卢运师 这个股市小白有一样的疑问 怎么回事 也就几分钟时间 发生了什么 好像股票市场上 全是卖家 没了买家 都在抛售 十点十分 大护士里 张拜伦揉了揉眼睛 声音有着不确定 夏总 卢家报业 跌到21.7元了 十分钟 就跌了六毛钱 今天老天爷真的站在启航这边啊 夏小兰提起的心也放下 轻轻嗡了一声 我看见了 骨灾 它真的来了 我看见了